大家好 今天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全球经济是否衰退的问题 就是究竟有没有衰退的问题 我们之前有期节目讲过 就是说全球央行的加息大部分都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加的 尤其是美联储它是从6月16号到去年年底一共加了350个基点 也就是说加息500个基点里面的70%是发生在去年下半年 加息一般是有对作用于实体经济它是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的 一般滞后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说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就去年年底下半年的这些加息 才会逐渐的作用于实体经济才能逐渐的会发挥出来这种效用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指标 最新的有一个指标就是关于美国的ISM制造业指数 这个制造业指数已经连续的第8个月走弱了 这一次6月份的数据是大幅的第一预期的 预期是47.1 结果出来是46 各个分项指数也大部分都是走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制造业其实已经进入一个衰退区间了 差不多衰退 只不过这种衰退的幅度 还没有达到前几次衰退幅度那么深 大家可以看到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 包括2000年大斯达克泡沫破灭 包括08年金融危机 以及疫情的时候 那些时候制造业PMI指数都下沉过到40附近 或者是40以下 我们现在是46 也就是接下来未来半年 如果加息作用去实体经济的这种效果 逐渐的发挥出来的话 这个不能百分之来保证 假设如果它真的发挥出来的话 后面制造业PMI指数继续下行的话 很有可能经过6个月的这种下行 它也会来到40甚至40以下的这种位置 这样一来基本它就达到了 之前几次经济衰退的这种位置 那么再来看一下 包括服务业PMI 服务业PMI之前也给大家看过 5月份的数据是50.3 就是在窟窿线之上一点点的距离 离窟窿线一步之遥 接下来这周三马上就要公布 服务业的PMI指数 我们看一下是否它这一次就跌破了窟窿线 如果服务业也跌破了窟窿线的话 基本的这种指向下半年衰退这种概率又会大一些 因为制造业的持续的衰退 以及服务业跌入窟窿线以下 可能会预示着一个美国经济下半年 可能会是一个走弱的态势 我们也看到历次的以往的衰退中 基本来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 都是在深跌的部分 一般来讲是比较同步的 下跌最快的历程那个部分是比较同步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区 欧元区的话其实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欧元区其实6月份的数据也很多都是不达预期的 就6月份的制造业PMI是43.6 服务业也好 基本你看和预期相差了很多 这个是挺大的一个措施预期的指标 所以这个的信号也不能忽视 说明欧元区在6月份以后 经济可能有这种突然走弱或者是这种迅速停滞的这种可能性 最后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关于美国 关于预测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还是那个重要指标 就是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贷收益率的倒挂 目前这个十年期国贷收益率来到3.858 两年期是4.94 这个倒挂达到了108个这种基点 基本是回到了硅谷银行危机的时候的这种倒挂 甚至比那个倒挂还要再程度深一点 我觉得这种倒挂基本其实已经预期了 就是美国经济最好的一些基本面的情况 以及美联储未来有可能的一到两次的这种加息 可以说是把美国经济最好的增长预期 以及美联储最激进的这种加息的可能性 基本已经是预含隐含在内了 其实走到现在的美债市场反映出的这种信号指标 和美股的信号指标其实是有矛盾的 就是美股其实是预期的一个软着陆 甚至不着陆 甚至是直接走牛的一个市场 那美债其实对衰退的计价从来没有停止 时间上它有摆动 但是这种对衰退的这种发生的可能性的计价 它是一直在进行计价的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走到现在 其实矛盾已经达到非常大的一个程度 必然有一个是错误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的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